随各种不同的程度得到不同的利益 那下面呢 如来听必摩赫加色等四大中根声文 以欲赞叹 然后呢 而于如是诸法之王 若有所说皆不虚 这里提到两个名词 一个是法王 一个是不虚 法王呢 就是说 佛说法 不管是说虚说实 不管是说有说无 均各随夷的显现 都是恰到好处的 无不自在 不能转法 都能转法轮不为法父 佛是 实时都是自在的 然后呢 都能够转法轮不为法父 什么不为法父 我们有没有被法父 被法帮助 有哦 你修善法 你会不会执着善法 我们还没有三轮提空 你今天帮助一个人 明天呢 你在路上遇到他 他没跟你打招呼 你会觉得奇怪 这个人莫名其妙 是不是 昨天我帮了他一个忙 今天见到面呢 竟然连打招都没有 是不是 有没有被法父 有被法父 还有呢 如果你被人家骂 你又不会讨厌他 会呀 也被法父 那佛没有这个问题 赞叹也不为所动 哀骂也不为所动 有一次呢 我办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活动办得很辛苦 所以办得起烦恼 在活动结束的时候呢 师父一定知道我在起烦恼 就故意呢 早在玩 当着学员 就告诉学员说 你们觉得我们这次法师 这次活动办得好不好啊 那大家当然给面子啊 就鼓掌 那时候自己心里就什么 飘飘然 师父马上转过头来说 你不要得意忘形 为什么被法父了 这样知不知道吗 那如果你要 你不被法父 你就是法王了 这样就了解吗 另外呢 就是不虚啊 就是所说的诸法呢 都能弃于正法之理 也能弃于众生的根基 然后呢 众生听了都能够什么 获得实在的利益 所以不虚妄 好 那 那 这里师父 有 进一步解说 这个 如来 听完 摩喝 加色等四大 宗根声文 用长者 穷子欲 来赞叹 佛 为了究竟 而说方便法之后 如来真实的功德 无量无便 所以他们说批语虽然没错 虽然没错 若以无量解说 也是说不完 如来为法王 若有所说 都是实话 那师父这里有在举这个经论里面提到的法王 在要王品也可以看到 诸法之王 就是法王 王有什么意思 自在的意思 自在就是不执着的意思 不被困扰的意思 你赞叹我 我也不会执着 你骂我 我也不执着 我修善法 我也不会执着 那 故于批语品中 有 我为法王 于法自在的解释 那 维摩 结经 佛国品 也有类似的句子 说到 以于诸法得自在 是故 棘手此法王 只有诸佛能于一切法 完全清楚 故得名为法中之王 所以 有一部叫释迦方字 里面有说 凡人即位 就是人 凡夫 位置最高的 称作什么 伦王 转伦圣王 这是印度的传说 一个可以统治世界上的君王 他有 这个 兵力 有军队 但是他不是以古力 来屈服人民 他是以德 来服人 然后呢 如果是圣人呢 圣人最高的位置 就名法王 那是指谁 佛 圣人 有小圣的圣人 小圣的圣人 从出国就是圣人的 那 大圣的圣人呢 从出地菩萨 就是圣人了 那圣人的最高呢 就是法王 就是佛 那师父这里 当然有提到说 我们这里也常常会 对西藏的一些出家人 称作法王 那他是有历史背景的 就是现在有很多西藏的大喇嘛 称为法王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是在中国的明朝的时候 那皇帝为了安抚 就是藏族的人 从政治上考量 使其归顺中国朝廷 这叫怀柔政策 那 所以呢 赤丰那些 拥有政治权力的各派 大喇嘛 为法王 保王 国师 大保师 金刚大士 等等 那这跟经文里面讲的法王 是不同的意思 那 我记得 有一个居士 他带一团人去印度朝圣 同时参加一个 西藏的一位法王的法会 那其中有一个团员呢 吃坏肚子 肚子痛 在印度肚子痛是正常的 肚子痛 然后 那一个居士 就说 那赶快带你去 请法王加持一下 好像法王是万能的 有一回有一个人生病 特别跑来找师父 见到师父说 师父 我生病了 能不能帮我加持 师父怎么说 师父说 我刚才去看医生回来 有病找医生啊 找我做什么 好 一样的 你们看经典里面 佛有没有生过病 有 佛生病 有没有找医生 有啊 佛生病 如果是在摩尼佛生病 会不会说 那我去找奥弥陀 帮我加持一下 也是找医生啊 有病就看医生 好 再来呢 嗯 我们看 九十一页 若有所说 皆不虚也 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 如来是真于者 实于者 如于者 不狂于者 不义于者 所以凡是佛有所说 都是如实而说 绝无虚妄的 那经文 其所说法 皆是道于一切之地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佛所说的法 都是为了开导众生 到达跟佛一样的 究竟智慧 这个佛的果位 如来观之一切诸法 之所归去 亦之一切众生 身心所行 通达无外 这里就讲到 一切诸法的归去 还有讲到心 众生的心 意思说 如来用智慧来观察 然后知道一切的 诸法的现象 诸法的本质 那法有八万四千种 如果以每一个法来说呢 是说不完的 一一要说尽 费时太长 所以说一切诸法 所有的法呢 归根结地 诸法呢 都可以会归到哪里去 会归到哪里 会归到一心嘛 会归到心法里面 所以呢 佛说一切法 是不理一切心 一切法之所生 也为心所现的嘛 因此佛才能知道 一切众生之心理现象 那像金刚经就有说 众生若干肿心 如来什么 惜知惜见 对于众生的起心 动念呢 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觉 无所 就是不小 然后呢 是答无碍 是这个意思 所以 对众生的心 之所行 能够通达无碍 师父有进一步解释说 金刚经这句话 为什么佛对众生的 心念呢 都能够惜知惜见 这有两种功能 一种是佛的神通 我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 都清清楚楚 那我们知道 即使凡夫修禅定 也会有什么 他心通嘛 但是他这个深度广度 当然跟佛不能相提并论 另外一个呢 佛知众生的心 很简单 因为众生的心 都是什么心 叫妄想心嘛 所以悉知悉见 好